我们看148月166经 这一本这个166经 在讲到知道过去的 那我们说过这个 不是知过去 知未来的 他说有这么一天 佛在波罗奈国的这个路野院里面 那么这个时候 比加多鲁加聚落 这个比加多鲁加 也是一个波罗门的聚落 他基本上这个翻译叫做去光 那他基本上都是 就是很多会看相的 就是说这里聚主的波罗门 都是会看相的 那他翻作泛语叫做去光 就是暗 有一点像我们台中的乌热 那也是去光 类似像这样 他说在这个聚落里面 那有一个波罗门 那来到佛的这个地方 恭敬问讯 那么就跟佛说 徐坛 我有年少弟子 我有一个年轻的徒弟 那么知天文族信 这个人比较厉害 年轻 但是很会看相 他知道天文地理 这个在波罗门也蛮有名的 像我们现在 非常有名的印度 一个很年轻的 那么专门在预知 什么未来怎么样 现在非常有名 那他说有专门在为大众沾向其胸 就是他会看天文 现在是什么什么 那世界局势会怎么走怎么走 那刚好现在印度有一个 这个非常有名的 那 佛陀时代就有一个也是这样 他说 言有必有 言无必有 那么他说 这件事情会发生 就一定会发生 他说这件事情不会发生 就一定不会发生 就讲得很准就是了 那言成必成 言坏必坏 说 说会成就 他就一定会成就 说不会成就 会败坏 他就一定会败坏 就是说 他在算这个东西 算到未来 非常的准 非常的准 那 这个佛陀 不是佛陀 这个婆罗门就跟 佛陀说 那么取坛 那么你认为怎么样 好 那佛就跟这个婆罗门说 他说 先不要说你这个弟子 那么算得那么准 就是说 他算得准不准 那么我们等一下再说 不是天文啊 族信啊 那么我现在先问你一些事 那 他说你先回答我 就你知道的回答我就可以了 那 说婆罗门 于云合 色本无种 好 那么底下来这一边讲 色本无种 受想形式 本无种 那 底下这一段文有很多人解释 解释得不太一样 好 我们先来看他怎么回答 那我们来看他应该是怎么样的说法 好 那么第一个他是先问 色本无种 色本无种 那么受想形式 本无种 好 那我们依据过去的经验之道 只要讲到色受想形式 就是讲到我们这个身体 那么基本上是分开来讲 受想形式 总无种 像前面也一样 前面讲这个观这个色 其实就是观我们这个身体 身心 我们这种生命的现象 我们这个身体的存在 受想形式 总无种 那这个综合来讲 其实就是要讲什么 讲这个五印身心 其实就是讲我们的身体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讲 那什么叫做 本无种 本无种 这样我们比较会清楚 他在说什么 好 那么第二个 第一个他问 他说 言有必有 那么知见会不死也 他说 言 言有必有 言无必无 言尘必尘 言坏必坏 就是有 就是有跟无 那么 这个是五种 然后这个是言有必有 言无必无 好 言尘必尘 言坏必坏 他说 知见非不死也 这样的知见 这样的观念 知见就是指这个 非不死也 非不死 没有 否定 在否定 没有不死 就是 那是真实的吗 那 那没有 没有错吗 像这样 好 那等一下再来讲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他到底在说什么 好 那第三个 第三个他 因为他都是 这个婆罗门都是说 如是 婆罗门都说如是 他的解释都说是如是 第一个就是从五院 这个是 这个是从五院生来讲 五院生来讲 就是我们这个身心生命 这是身心 那婆罗门的回答都说是如是 他都是如是 如是四尊 这个有时候 我们如果没有仔细看 会很困惑 他到底在说什么 好 那你看 其他的解释也 好像觉得 那么对这个解释 好像有一点 好像 有一点不太顺这样 好 我们来看 他第三个在问 那么 色受想形式 婆有色 常住百岁 还是一生一面 那么 受想形式 好 又回到 这个色 受想形式 婆有色 婆有色 常住百岁 婆有色 常住百岁 旁边接着就是 色受想形式 一样 就受想形式 受想形式 常住百岁 那么我们把它都写起来好了 受想形式 常住百岁 那么另外一个 或是一生一面 常住百岁是一个问题 还是一生一面 就是有生有面 一生一面 好 这里也是一样 好 这是第三个 那么这个当然就是呼应到这个 好 那再来看他的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 知见非不义 那么 说成 成者不坏 那么有者不无 成者不坏 知见非不亦 好 那么 第四个问题 就是好 我们弟子 说成者不坏 那其实就是 有者 有者不无 成者不坏 但是他只是从这里讲的 成者不坏 成必成 言坏必坏 这个叫成者不坏 那么 言 说 成者不坏 那其实是 这两个 就这个问题 说成者不坏 知见非不死也 知见非不亦也 知见非不亦 所以他 这里 这里就是 知见非不亦 非不死 知见非不亦 那么这个一样 他说 知见非不亦是 这个 你这个 这个跟 这个不一样 那么 就是他 完全就是 你前面说这样 后面说这样 等一下我们再一一来看 先把这个拿起来看 才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 好 那第五个问题就是 那么 此说 彼说 此法 何法 何者为甚 他都是说 是 如是 世尊 他回答的全面都是一样 那么这个也是讲 如是 这个也是讲如是 他都 他都顺着 这样 好 那第五个 他就是说 这个 此法 彼法 此说 彼说 那么 就是 这里 你这样的说 跟这样的说 因为他 两种说不一样 那么 这个 等一下再来讲 他哪里不一样 那 他说 此说彼说 此法彼法 此说彼说 就是 这两种说法 一个是 他可以预测到未来 那 预测到未来 如果预测到未来 那表示什么 表示 他现在看的 跟他未来看的是一样的 没有改变的 他才能看得到啊 比如说 我看到三十天后的我 三十年后 比如说三十天后 会发生什么事 那么 表示我现在看到的 在三十天后 一定会发生 那表示什么 我现在看到的 跟未来看到的是 一模一样的 那表示什么 表示他没有变化 对不对 好 就这件事我们先确定了 等一下再来知道 才知道他在讲什么 不然 我也看过其他的解释 但是会觉得 不晓得还是很清楚 我们先确定这件事 等着再来想 此法彼法 此说彼说 之见 此说彼说 何者为甚 就是 会变化跟不会变化 那么 哪一种说法 才是真实的 才是真正的 好 那大概就这 大概这五个问题 那么 后面的就是 后面的他的回答 前面都是如是如是 前面都是如是 非补月 如是 他都是讲如是 这个都是婆罗门的回答 这个回答就是 此法为甚 此如法说 就是此为如法说 此 此说 此说 就是佛陀说的 叫做此说 彼说就是 他那个弟子说的 此说是佛陀说的 此说为甚 此为如法说 此如法说 此就是此说 此说就是佛说的 四尊说的 就是佛说的 佛说的 那彼说 彼说是 这个地子说的 比婆罗门弟子说的 那么此说 如法 此如法说 此说才是 如法说 好 那先来看到这个 好 所以 如果从这里来看 如果从这里来看 那么我们慢慢来解释 第一个 那么 色受响形式 明显是色受响形式 那本如种 那如果从这里来看 那本如种有 如果从后面的解释 余解释论的解释 他解释是什么 无因 你们应该没有 你们这里没有 余解释论解释这一部经 他说 是在说 无因说 无因 本无种 和无因 但是我们看 说 无因说的话 那么 没有因 生起的因 跟灭尽的因 没有生起因 跟灭尽因 如果 他就是生命 但是 即使这样讲 我们还是不知道 他在讲什么 好 那 如果从这样讲 我们从这个总讲 这个可以配合看哪里 我给大家看一下 看 289经 我看在哪里 274月 好 274月有看到了 这个 我们看一下 我们先来看这个 大家来解释那个东西 看到 274月 290经 2809经 有290经 290经都有 看2809经可以 他说 他说 这个佛 看第几行呢 1 2 3 4 5 6 7 好 第六行 第六行 第六行里面 他说 四大色身 获见十年住 二十三十 乃至百年 那 就跟这里 那个色作人 也是可以常住百年吗 我们可以对照看 那么 若善消息 若负小过 那么 如果你好好的 好好的款待他 或者 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有一些小毛病而已 但是 比心意识 日夜时刻 虚语转变 一生一面 就是你的身体 也许还可以 变化 不是那么大 但是你的心 却迟迟 刹那刹那在变化 但是也是会变化 也是会变化 不过看得不是那么 看心变化那么快 因为 你现在 五秒钟里面 看这个身体 是没有变化的 变化不大 但是这个心 其实已经变化 非常快了 所以它这里叫做 虚语转变 一生一面 就是刹那生 刹那面 那么我们先解决 一些问题 等下再来看 那么像迷猴 在树林里面 那么 心远易马 虚语处处 攀枝周条 放一曲 比心意识 异父如是 一生一面 就刹那生 刹那面 好 那么我们先解决这个问题 一生一面的问题 就是 它讲到这里 讲到 讲到这个 一生一面 到哪里 受想形式 那么 一生一面 那么这个社 常住百岁 所以刚才那个 174月 应该是174月 是吗 174月 180星的样子 那么对照看 我们就会稍微知道 174月 是284月吗 是几月 我忘记了 放在哪里 274月 274月 我们看274月的 对照看 那这句话 基本上就是在说 这个身体 身心 基本上是不断在变化的 它是一生一面 就是刹那生灭的 那么 它 是常住百岁吗 那么 即使它常住百岁 它没有变化吗 其实它是刹那 色受想形式 其实都是刹那刹那在变化 那么 它是 常住百岁 不会变化 住就是不变 它是 你有看过那个 你有看过那个 一个人 一个人 那么一百岁里面 都没有变化的吗 受想形式 常住百岁吗 色受想形式 就是身心百岁都不变化吗 还是 还是 它 身心都不断在变化 那么 如是就是 后面说的 其实它一直在变化 那么 这个对照 274页的 那个 经里面 那么 这句话就 就解决了 他就讲这个东西 就说 你有看过那个身心 一百岁里面 没有变化的吗 你活一百岁 不要说活一百岁啦 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那么 你看过 你有没有那一种 一个人的身心 他一百岁都不变化的 还是 他一直在变化 那么 如是一直在变化 那 其实 如是就是 后面说的这个事 好 那并不是 常住百岁 好 那来 现在来讲 那么 这个就 牵扯到这个 这个解决了 这个就好解决了 那么 色本无种 那么这个种 一般来讲 它就是 它讲是讲无因 那么种 基本上有出生意 生长意 种子啊 就是出生 或是生长的意思 好 那么这里讲色作响 是本无种 那么也可以就这样讲 那么一个人 应该什么叫做生 什么叫做生 过去没有 之前没有 现在有 叫做生 什么叫做面 现在有 然后以后没有 在这方面 本来有 就本无 一般我们讲 本无今有 现在写在这里 写在这里 本无今有 它叫做什么 叫做生 那么本有今有 叫做什么 叫做灭 本来没有的 现在出现 那个叫做生 好 那本来有的 现在没有了 好 那本无 它身心 是不是 一个人的身心 一个人的生命 是不是本来 不在这个世间的 那后来出现 是不是这样 就是这样 后来生 后来生 所以 那么 我们的身心 可以看得见的 你活了五十六岁 你出生以前 你有在这个世间吗 没有 是不是 那之后你出现了 然后活了一百年之后 你死了 又消失在这个世间 是不是 好 那这个句话 应该在讲这个意思 就是 本无种就是 你本来没有 后来有 这个种应该是出生 本无今有 现在出生了 本来没有 但是现在有了 现在出生了 那么 做想形式 它基本上就是这个身心 我们这个五印身 我们这个五印身心 很明显的是 本无今有的 本来没有 在这个世间 在这个世间来讲 你本来没有的 这个人 比如说我现在 五十五岁来讲 假设 我现在五十五岁 五十五年前我不在 后来出生了 开始有一个人 慢慢到了五十几年 一百年后死掉了 可能没活那么久 但是假设 一百年后死掉 我又不在了 所以 这个表示什么 这个表示 它不断在变化 而且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不一定 它不会是 一样的那个人 好 那么它说 言有 必有 好 那 所以它后面 都是如是 那说 那 我们用百话讲 这个婆罗门 跟佛陀说 我有一个弟子 那么 很会 看相 看了之后 它预言的 都非常准确 说有就有 说没有就没有 好 那我们知道 它不敢看的是 天文的相 写的相 它是预言的是 人的吉凶霍乎 它预言的是 人的吉凶霍乎 或者这个世界的一个走势 它基本上就不离开 武艺世间 国土世间 跟友情世间 它不离开这个 就是 这个人 这个人会有什么灾难 以后会有什么 会有什么结束 就类似像这样 有水恶 有冰灾 有什么 那这个世界 预言的是国土世间 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 或者是友情世间 友情世间 因为国土世间 就是这个世界会怎么样 会怎么样 它预言的是这个 那这种 不管是武艺世间 还是 友情世间 还是国土世间 它有一个现象 叫做什么 生灭 不断在生灭 不断在变化 这是它的一个 所以它告诉你 它是不断在变化的 不管是友情世间 这个是从 武艺世间来讲 那么它说 言有必有 所以这里的解释 基本上就是说 武艺 我们这个身心 射受想形式 它是 它是本来没有 后来现在才有的 就是它本来没有 后来才有的 是不是 是啊 我如果问你 如果是佛罗摩问你 你说你提出 很厉害很厉害 我先问你 先不要讲它预测 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我先问你 有跟没有 你的无印身心 是本来有的吗 没有啊 它不是本来有的啊 对不对 那后来还会继续有吗 不一定 对不对 好 先把本来有 后来一定有 这件事 这是他讲的 他预计说 有怎么样 就一定会怎么样 因为未来的事 它是 因为我们 它是从现在看未来 现在 有或没有 急或凶 有或无 急或凶 那么来看 那么未来 那么不管是有急 有凶 无急无凶 就从有来讲 现在有什么 那么未来 有什么 它是从现在 现在来看到 它是从现在 来看未来有什么 它说现在有什么 那么未来就有什么 那表示 这个有跟这个有之间 是什么 是没有变化的 对不对 它是没有变化的 那没有什么 就一定没有什么 可是 我们先不要管 你说的 我们先看 就你这个人来说 你过去是有的吗 没有啊 对不对 你还没出现在 世间以前 它不是 本来就存在的啊 它不是本来就存在的 它是因缘和合 后来你爸爸妈妈结婚 然后你的业力 从根本来讲 你是一业轮回的 你本来不在这里 本来不是这个样子的 后来因缘和合 你才出现的 所以它并不是 一直是保持不变的 好 那么你从现在来看到未来 那么 现在你看到50年后 看到100年后 那么 它表示这个 现在到未来之间 不可能改变嘛 那 现在是从过去到现在 从你的现在 从你的现在 那么 先讲 你过去到现在 有改变吗 改变了啊 佛陀是他 从他过去 那你现在是这样 那他先问你 你过去 你过去是没有的啊 现在是什么 现在是有 你过去是从没有到有 那你的徒弟 从有到有 那么 过去是从有到没有 那他还会怎么样 从有到没有 是不是 那么 过去到现在 很明显的已经改变了 未来到底有没有 还不知道嘛 对不对 未来会不会不知道 但是过去已经发生了 我们已经知道 过去有 现在不一定有 过去 过去没有的 现在有了 所以过去有的 现在也不一定有 对不对 过去有的 现在不一定有 也有很多人 也有很多人不见啊 对不对 过去 三年前 我们才看到那个人 现在没有啦 过去有的 现在不一定有 过去没有的 现在也不一定没有 是不是 如果从状态讲是这样啊 所以他讲 他讲这个 这个常住百岁 那么 言有就有 言没有就没有 言无必无 过去有的 现在 过去没有的 过去没有的 现在有了 从你的身心去看就好了 从你自己看就好了 你不要问啦 因为从其他的 我也不知道啊 会发生什么事 我怎么知道 对不对 而且未来的事 你说三十年后会怎么样 也要等三十年后才知道啊 那不用等三十年后 现在我就告诉你 那么 先从现在推到过去 那么过去 有者必有 无者必无吗 没有 很明显的过去到现在 不是 言有必有 言无必无 对不对 那么 所以你现在到未来 有可能 言有必有 言无必无吗 也不可能 是 他是从这个逻辑上去看的 所以这样就比较简单 就我们就会知道 他说 你说你的徒弟 那么很会算命 那么 知道过去 知道未来 他跟你讲 未来 言有必有 言无必无 好 那说 那先 你的徒弟讲的准不准 因为他问佛朵 那取谈 那你认为怎么样 那他讲的这一些 是准的吗 还是正确的吗 他说 先不要管这个 我先问你 你 你过去是有的吗 你没有啊 本无种 你本来没有 后来现在才有的嘛 本无今有的嘛 那么 所以 那么言有 无与别无 言尘必无 言坏必坏 那么这样 你过去 你过去都不是 有 你过去没有 本无 但是今有 对不对 那 他是有必有吗 没有 如果退到五十年前 那么 那么来看你 那也是一样啊 那么他不可能 有就一直有 无就一直 因为你是在 看未来 未来 那未来是不断在变化的 因人不断在变化的 所以 会怎么样就一定会怎么样 不会怎么样就一定不会怎么样 不是 他其实还要看其他的变化 所以 知见非不死也 那 其实这样 其实就是 那么你这样讲 非不死 就是没有错吗 有正确吗 有真实吗 非不死 是不死 那没有不死吗 没有错误吗 这样讲不会有矛盾吗 确实有矛盾啊 因为 从过去看 从现在往过去推 过去也不是 过去是没有 现在有 从无到有 那么 现在到未来 他也是一样啊 有可能有 有可能没有啊 那你不可能 有就决定有 没有就决定没有 那所以 婆友 他在跟他问 那你 假设这样讲 那么 没有不真实吗 确实是 这样 有一点点 好像矛盾 有没有 有一点矛盾啊 好 那时候 他在过你 那你可以 你婆友 你看过那个身心 射受想情是 常住百岁的吗 常住就是他 一般来讲 就是他没有变化 比如说他都一样的 年轻 或是说他活一百年 活一百年的也有 像这个就我们要看到 这个经里面 十岁 二十岁 三十岁 那么就算你身体 好好的保养 好好的保养 他会比较健康 比较没有过失 但也只是比较没有而已 他也是不断在变化 然后你活到一百岁 你可以活到一百岁 十年 二十年 你都好好保养 你很善待他 但是他也是会变化 那变化没那么大而已 没有每天看到 很明显的变化 但是受想情是 很明显的心 刹那刹那在变化 这个就不用讲了 今天等一下想这个 等一下想那个 或哭或笑 或忧或喜 你不断在变化的啊 那么是不是 那么是不是 色受想情是 那么在百岁里面 他有常住的吗 当然没有 那么他是不是 一直在变化 当然一直在变化 如是 是不是 没有长住百岁 不变化的嘛 那么受想情是 都是这样 没有长住百岁 不变化的 那看到一切心 特别是心 他不断在变化 一身一面 就刹那身刹那面 如果我们遇到这个经 271的这个经来看 他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好 那再回过来说 再回过来讲 那么既然 我们的身心 本来没有 后来有 那现在 这个是讲 过去到现在 已经产生变化了嘛 不是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过去到现在 那么你再从现在看 到未来之间 现在 一分钟前 一分钟之后 他是不是 那么在百岁 现在你三十五十岁 那么你到一百岁之间 那么你 你可以一直不变化吗 也没有 心一直不变化吗 受伤情是一直变化吗 他也是一生一面 所以你说 有者必有 无者必无 成者必成 坏者必换 所以你如果说成者不坏 那么这个 长住百岁 长住百岁就是成者不坏 对不对 他都没有改变 不坏 那么 长住百岁或一生一面 当然是一生一面 因为他一生一面 所以 你成者不坏 跟一生一面 那么 那么这两个观念 那么 我有冲突吗 你又说 我们的身心是怎么样 是一生一面的 那但是你的徒弟说 是成者不坏的 是长住百岁的 那 这两个观念 这这样关键 那么 没有冲突吗 没有不一样吗 当然不一样啊 那你说身心 身心成者不坏 跟 跟这个 你身心成者不坏 跟这个 身心一生一面 哪一个说比较正确 当然是一生一面正确啊 此说 如法说 就这样 那这样就 我们 这样就比较 比较 比较不会看这个经 看不懂 所以 他在讲这个 我们先来看 先看这个经文 所以他这里讲 看到这个 149页 所以 受想情是本无种也 本无今有 那 那也是从无到有的了 所以这个种 就是出生 这样就比较容易解释 那 那么 达约 如是是尊 佛告婆罗门 那么所以 他说 那么 言有必如 言无必如 之见会不死 那么你这样的观念 那么 那么 是正确的吗 没有 没有错误吗 那 当然 那么 那么 这样听起来好像 不太一样 所以他就 他就 告诉他 因为他 过去就是 从无到有 过去是从无到有 那么 你讲未来 是 永有必有 那么过去 很明显的是 无到有 就是他产生变化了 他并不是跟 过去的一样 就算有也不完全一样 所以他讲 这样 现在你看到的 未来是怎么样 就一定会是怎么样 可是 现在到未来之间 就好像过去到现在 一样啊 他是不断在变化的 亦生亦灭的 所以他就 他就跟他讲 那么 有色色响情是 五蕴生心 一个人 就是一个人 你有看过他 一百年 活了一百年 都不变的吗 不要说活一百年 活十年不变 就没有了 看 没有了 那么还是他 不断在生灭 亦生亦灭 不断在生灭 他说 当然是不断在生灭 所以这个如是 都是就他后面说的 亦生亦灭 是亦生亦灭的 那么如是 知见不死的 知见并不是正确的 那么他这样 他这样的说法 他这样的看法 他并不是正确的 所以如是 都是这样的解释 要不然你会 没办法解释 这一步进行 这样说起来就比较 比较可以想得通 那么所以 你的弟子 为大众说 成者不患 那么成 我们说 基本上就是 不离开 武印世间 身心 友情世间 跟国土世间 那么基本上 他都是生灭的 那不可能 不可能都是 一成不变的 你看到几百年后 几千年后 几十年后 几年后 因为他会 不断在改变 所以 而且是随着因缘 在改变 但是你可以推论 那个趋势 那倒是可以的 我常常讲过 就是假设 我今天要搭飞机 去阿根廷 要做两天 去三天 回来两天 时差的问题 那么三天后 三天后 在某一个时间 我会在那个机场 所以你三天后 某一个时间 去接我 还没到啊 三天后才会到的 但是假设 那么不一定会有 但是如果没有改变的话 没有改变很多因素 第一个 我没有改变 第二个 飞机没有改变 第三个 机场没有改变 那么要有很多时间 没有改变 那么 这个时候 就 可能会成就 但不一定 没有必然成就 你知道吗 没有说 言有必有 没有必然有这件事 可能有 可以这么说 因为从趋势来讲 那你 必然有的就是说 你一定会死 必然有 但是什么时候会死 没有 没有 因为生必有死 这个是必然有的 那么成熟了 一定会受报 必受报 有生必有死 那么 那么也成熟必受报 没有不受报的 那么 但是 什么时候会受报 这个就不一定 所以 言有必有 言无必有 言成必成 言坏必坏 他可能有 他可能成 他可能坏 他可能没有 但没有必有必无 为什么 因缘不断在改变 因缘不断在改变 意思正出国的 会不会正阿罗汉 都还没决定 还要看他有没有用功 还要看他的因缘 所以 只有正阿罗汉的 那么 必然没有后生 就是 不会再轮回 这个是必然的 因为这个是 这一生 可以看得到的 所以 这一部分来说 这一部分来说 他说言有必有 言无必无 那么 基本上 他是一个趋势 但是没有必然是这样 因为因缘会改变 好 所以 他才会告诉他 那么 此法彼法 此说彼说 何者为胜 托罗门 白佛 世尊此 彼法说 好 那么 他后面说 这个 这样说 是彼法说 这样说 比较有道理的 那么 显现 开发 显示 那么 就是 开启 那么 众生的这个智慧 譬如有人 溺水能救 或求 能救 那么 溺到水里面 那么 能够被救起来 被关的时候 能够救起来 迷方事路 迷路的时候 那么知道方向 暗 灰明灯 在迷暗 在黑暗的地方 那么 有这个灯 指示 就是有那个光亮 指示 那么这个在哪一部经呢 我们对照其他经看 都会比较清楚 六路处送二二五经 看一下 在两百四十四页 翻过来 这部经 两百四十四页 这部经的 就是四零三经 倒数 有 这里有 我们可以对照看 它一样 倒数第三行 就是两百 这部经 二百二十八经 就是二二六 前面那个经 倒数第三行 辟如四夫 它这里 同样的一种 形容词 逆者能救 闭者能开 那么 跟这里的 它这里是讲 看一下 它这里是讲 获求能救 闭者能开 所以我们对照看 其实就是被关起来的时候 然后 能够获救 一样 我们有找到吗 两百四十四页 上面那部经的 倒数 一二三 譬如四夫 获者能救 闭者能开 闭者四路 暗处蓝灯 那么 世尊不治愈不悔他 好 所以他这里 善说圣法 显现开发 好 那我们先对照到这里 那这部经基本上在讲 讲这个 如果你能够预知过去 那么 并不代表 就是能够预知未来 那么未来并不是说一定会这样 这个有一点变成像宿命论 你说怎么样就一定会怎么样 但是佛法它是 它是 应援法 其实它很多东西 它有那个趋向 但是它是不断在改变的 那么这个是一个 好 我们先下课 等一下我们来看 因为对照说未来的 说过去的 宿命通的 这个是能够预知未来的 还有一个能够预知过去的 好我们先下课 我先把这个冰找出来